庆国皇帝其实是在等范贤的自变折子,他本打算随意糊弄几下,把这事糊与过去就好了,任何一位盛世的帝王,其实都很擅长这种霍悉尼的本事。 但没有想到范贤却一直不管不问,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模样四处游玩,将这道题目扔了回去,他心里想得很阴损,不是想让自己咬人吗? 你这个当皇帝的,总要为我保驾护航才行,如果现在只是这种小事,就要自己灰头灰脸,将来真动起信仰来了,收拾了长公主,你不得把我丢给太后去当小菜吃了。 如果是一般的宠臣,文臣断没有范贤这样的戾气与赌气,所谓圣心难测,天为无常,身为臣子要是恃宠而骄,谁知道哪天皇帝陛下就会记起你坐了他的马车,一刀把你斩了,你也没处说理去。 但范贤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臣子,而皇帝却不知道他知道,所以这事儿就有些好玩,他在试探着这位皇帝陛下能为自己坐到什么地步。 御史集体上书后的第七天,范贤坐着马车来到了宫门之外,等他一下马车,起年小组的那几位官员,都将他拱位到了正中,黑灰色的衣服,冷漠的面色,挺拔的身躯,无不昭示着他的身份。 聚在宫门处的官员们看着这一幕,自然知道这就是如今仲官查于范后经常讨论的那位人物,不说旁的,但论将密探放在明处来保护自己,范贤就是监察院的第一人。 今天是朝会之期,陛下特召范贤入宫旁厅,所有地官员都知道今天要谈什么事情,心中不免兴奋了起来。 一些与范氏交好的文官过来,与范贤寒暄了几句,借口天气转寒,又躲到了宫门洞的旁边。 此时,广场遇到两侧,就只有五六位穿着降红色官服的官员,与范贤这一行穿着黑色官服的监察院官员,两方对峙而立,眼光却像穿透了彼此的队伍,射向远方的城阔,视而不见。 那些穿着降红色官服的官员,正是督察院尚书参合范贤的那些御史。 范贤冷冷地看着他们,压低了声音说道,一个个长得跟猪似的,居然还是清官。 邓紫月在他身旁低阳说道,一处查了几天,确实没有查出来什么。 大人,这些督察院御史大多,出身寒门,最重凝声。 这是他们唯一可以知处,连门房收个礼饼,都要小心翼翼,确实极难查出什么。 范贤皱着眉头,叹息道,官员不贪,天下有难啊。 邓紫月苦笑,心想提斯大人的妙语实在是有些荒唐。 督察院御史们冷冷地看着范贤,一丝畏惧的眼神都没有。 范贤知道对方是真的不怕自己,苦笑想着。 官员们如果都不贪了,自己这个监察院的提斯能有什么用处? 对方是阎官,自己总不可能派几个属下把他暗杀了事。 那样的话,就算皇帝老子再如何,也只有把自己赶回丹州了。 范贤明白,这个世界上最难得的就是清官,而且他也相信一处的调查能力,眼前这几位一定是真正的清官。 但是他更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清官们一拥而上,来当你的敌人。 想到这点,他不由好生佩服自己那位年轻貌美的丈母娘,居然能够使动这些不贪不负的清官,他还真有两把刷子。 范贤在这边暗叹的时候,熟不知对面那几位督察院御史看着这位提斯大人,也在心中暗叹不已。 明明范贤这岳鱼的所作所为,无不表现了他掩藏在师仙面目下地实质,是位贪官,更是位长袖善武的全臣萌芽。 自己这些人掌握的证据也足够多了,可为什么陛下一直没有发话? 他们并不担心陛下会因为袒护范贤而对自己这些人大加重诚,一方面是他们深信陛下乃是为民主, 另一方面,御史大夫行得合适,就是铁尖丹道义,铁骨上明鉴,即便死了又如何,只求白骨流于香。 但督察院的御史们这几天过得确实不咋低,首先是在朝中的串联没有任何效果,不论是哪个不思的官员,一听他们来意,面上依然礼貌,却是死活不肯与他们联名上书。 其次是民间世子的典论也没有发动起来,那些往年在市井之中大肆批评朝政帝才子们,一听说他们要参合的是范贤,竟是连连摇头,根本不信。 而最让御史们窝火的,还是太学里那些年轻人的态度,前儿个去太学发动学生的那位御史,最后竟是被轰了出来。 根本没有人相信,堂堂师仙,庄莫涵,大家的指定接班人,护不上书家的公子,一代年轻读书人的心中偶像,无数归中少女的梦中情人,会没品倒去贪图这么点银子。 一万三千四百两,只是一点银子。 或许督察院御史们真是穷惯了,所以这是他们最想不通的一件事情。 这时候,忽然一阵尘封拂过,让宫外守着的众官精神一阵,紧接着却是面色一变,看着天边架着晨光挑过来的那团雨云,躲进了宫门洞里, 那些禁军侍卫与小皇门们也不敢让这些全高位重的老大人们挨了雨林,所以没有阻拦。 秋时,京都长变脸,风后便是雨,一场秋雨素素然地飘了下来,由细微而至邻里,竟不过数息时间,皇宫间的那一大片青石瓶顿时被打湿了,显出一丝厚重的乌黑色来。 此时,宫门之外,只有范贤一行与督察院御史一行人站在那里,雨水浇到他们的身上,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范贤眯着眼睛,看着对方,忽然开口说道,赖御史,躲躲雨去吧。 他招呼的是督察院左都御史,正三品的高官赖明成,赖御史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道,范大人在这雨中淋着,莫非以为就能洗清自己身上的罪恶。 赖御史一拱手道,今日面圣,本官定要将范大人参合到底。 范贤眉头微挑,心想,这位御史倒也阴在明处,笑了笑,拱手回道,是吗? 只是不知若真有宗室亲贵王法,赖大人是不是也有今日这等壮烈之气? 左都御史气得不想说话,将袖子一扶,便往宫门处走去,而他身后那几名御史竟是直直跪在了雨地之中。 玩跪宫门的把戏,范贤对这些人又是可怜又是好笑,叹息道,人生一世,不过妖明二字,真不知道朝廷养你们这些人是做什么用的。 几位跪在雨中的御史,怒目回瞪。 范贤却是视若无睹,掀起身后的雨帽遮在自己的头上,微微一笑说道,本官是黑的,不论怎样喜都是黑的,诸位大人虽是红的,但被雨一喜,却就黑了。 雨水从他身上的监察院官服上滑落,连衣光滑不渗水,黑色还是那股阴郁的黑色。 而几位御史的官服被大雨浇湿之后,颜色也渐渐重了起来,与黑色逐渐靠近。 御史们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任由雨水冲打着自己的脸,却是固执地沉默不肯言语。 等所有的朝政大事已完之后,皇帝陛下似乎才看见了左都御史赖明成与监察院提私范贤两个人,眉头有些恼火地皱了起来,让太监将二人照上前来,冷冷说道,当着朝中重臣的面,说说吧。 左都御史一礼官服,朗声道,臣所言,已尽在奏章之中,请陛下速速查击此案,已敬朝堂,已平民愿。 皇帝转头望向范贤,为什么你的自殿折子一直没有递上中书? 范贤公紧地躬身行礼道,臣没有写折子。 皇帝怒斥道,何等狂妄?督察院遇使参合百官,似你这等骄横不理的,倒是第一人。 莫要以为你家世代忠诚,你这一年来于国有功,于事有名,朕便舍不得置你。 范贤知道,皇帝是因为自己一直默不作声而发怒,是因为自己将题目扔给他而发火。 请罪道,臣实在不知要写遍罪的折子,臣之罪。 陛下面色稍记,说道,念在你初入官场,范贤又公务繁忙,臣平平那老东西也不会教你这些,便饶了你这一遭。 今日朕宣你入宫,便听听你如何自辩,如何向这满朝文武交代。 范贤面露为难之色,半赏之后才迟疑开口道,臣实在不知如何自辩。 陛下的脸色顿时阴沉了起来,一字一句说道,那你就是认罪了。 范贤豁然抬手,面露苦涩之意,说道,万岁,臣不认罪。 臣之所以不自辩,实在是因为督察院所参之,事实在荒唐无由,臣丝毫不知其情,更不知所谓贿赂王法牵涉何人,所以根本不知从何辩起。